寒流来袭 天气冷瘦瘦 不过这群婆婆妈妈依然站在台上舞出热醒活力 卧家大渡山上的这部关怀据点一早就聚集许多人潮 只见老人家围在一块儿 双手不断戳着汤圆 原来是因为冬至就快到来 据点特地为社区长辈举办应景活动 今天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年节 这个后天就是冬至 配有这个机会 我们办一个吃汤圆的一个活动 顺便也请了我们社区的土豪舞班 还有健康超的舞蹈来这里做一个表演 大渡区在今年有不少关怀据点陆续成立 卫在山上的这部关怀据点就是其中之一 从9月份开办至今也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现在已经号召了30位志工 投入服务行列 不只为社区长辈提供必要关怀 也陆续开办许多热灵课程 让老人家感受到温暖的人情味 我们这个社区的关怀据点 是在我们今年的9月份开始成立 那么现在我们的成立的成员 有30位都经过我们的社区的 跟我们专业的这个训练过了 那我们所做的工作呢 包括这个电话访问 还有这个实地的这个访查 就是我们这个健康的促进活动等等 据点表示 目前运作还算起步当中 未来希望能够观摩临近的据点多加学习 并且结合社区营造的概念 打造出山上具有特色的地方景点 让住在这里的民众不分老少 都能了解地方文化 以你为荣 being with your team 记者洪加洪 他就是他 除了 他就是个人